一味挖痰的中药还能生筋润躁 上氧肺中氧胃下氧肾 你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嗓子里有痰 感觉粘得很很难吐出来 今天崔升给大家分享一个中药 不仅能挖痰还能够生筋润躁 搭配使用上氧肺中氧胃下氧肾 这味药就是天门冬 这个药能够入肺肾经 它的主要作用是氧阴润躁 氢肺生筋 那它挖的是什么样的痰呢 是热痰是粘痰 我们之前讲过 阴的主要作用是滋润和制约阳气 如果肺阴亏虚 不能够制约阳气 火是不是就会旺 这个虚火一直煎灼金眼 就像大火收支一样 形成又粘又热的痰 这种人你看他的舌头 舌质一般比较红的 舌苔也比较少 或者是薄黄的 那天门冬这个药呢 就是负责灭火的 滋废阴灭虚火 去痰止咳 同时可以搭配一个结梗 这个药药性平和 会肺经 能开轩肺气 化痰 沥烟排浓 挖出老年痰 这个药还能够入肾经 滋肾阴 像有的人经常会感觉 腰腿酸软无力 头晕 耳朵里总是嗡嗡响 到了晚上就心烦 睡不着觉 手脚心热 还出汗 一看舌头呢 舌质也是比较红的 舌苔少 像这种情况呢 可以用天门冬 搭配一个织母 清热泄火 滋阴润灶 另外天门冬这个药 还兼有滋养胃因的作用 像是有的人 内热比较大 损伤了筋液 总是觉得 口渴 想喝水 就可以用天冬 搭配一个生地 如果筋液受损的比较厉害 我们的肠道 失于乳润了 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出现大便干燥 排便困难的情况 这时候呢 可以用天门冬 搭配一个 异味生金 滋阴清热的石壶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用药呢 一定要对症 像是本身脾虚 弹湿重的人 用滋阴类的药呢 反而可能会 加重弹湿 如果你不确定 自己适不适合 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用药 倒下 误众